孟达偷偷的给刘备写了一封告急文书 说是黄中老将 让下湖上杀的大败 叫人家连夺三寨 现在是闭关不出 请您赶快派援兵 就是说夹孟官这吃紧 赶快派精兵上将前来守官 不然这地方就没了 刘备怎么一见这文书 轰的一下这头 当时吓坏了 他赶快来找诸葛亮 军师啊 您看这怎么办呢 黄中老将让人给杀败了 诸葛亮看了看这封文书 往桌子上一放 主公 您不用着急 老将黄中并没输给下侯上 他这用的是骄兵之计 哦 哎呀那也不行 怎么 最好您能派点人马去 交兵之计也好啊 不管什么也好 可这地方要紧呢 一旦出点事 这关不是就没了吗 诸葛亮看刘备这么着急 那好吧 派一艘人马去 派了三千军校 刘备啊 打负刘峰 前去接应家门关 刘峰这一来 老黄中就知道了 让孟达啊 去把刘峰接近关中 孟达一见刘峰啊 哎 小将军您来得正好啊 哎呀 主公和军师 怎么把老将黄中派来了 我跟霍罪已经说过了 黄中老将虽然勇猛 但是他到了年纪了 刘峰一听你别着急 按照诸葛军师说呀 黄中老将并没输 哎呀 孟达已经还没输呢 输得够惨的 现在跟我们一样了 也把关口紧闭 根本不敢出战 我看看刘峰一听事啊 为此父亲不放心 这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 我先见见老将军 有什么话再说吧 他来到帅府一见黄中 黄中看刘峰来了 微然一笑 小将军你来得正好啊 今天晚上 你就在这看看热闹吧 刘峰一听我可不是看热闹来的 心说我是来协助您 守这个官的 老将军 有什么热闹好看呢 今天晚上我要大败夏侯上 小将军你看我派兵吧 说完了老黄中当即传令啊 让孟达准备好车辆 干嘛呀 你就准备拉粮食 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 你就往咱们关里边拉什么 让霍尊守住关口不用动 刘峰干什么呀 你呀 挨在城楼上也好 在外边山头上也好 你就看热闹 哎呦 刘峰一听我这差事倒不赖啊 我到这儿来看热闹来 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刘峰也不敢再细问了 老将军都安排好了 传令军校养精蓄蕊 定更后 出战 天道定更以后 两山城门打开了 黄中领着五千人马 一声炮响 啥笨了曹营啊 哗的音声 像和开的口子一样 这蜀军就冲到了曹营里边来了 当时啊把曹营里边那些军校 给杀了一个蒙登转向 那夏侯尚和韩昊啊 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 哎呦 这可怜像 盔甲没来得及穿呢 马鞍子都没背上 怎么回事呢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哎呦 最近这夏侯尚可狂了 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中之后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的能力了 哎呦 那嘴这么一撇啊 悟空一切 张和不断的提醒他 说夏侯将军宁可别大意 那老黄中啊 是智勇双全啊 他一连让咱们夺了三寨 是不是他使的什么计策呀 夏侯尚听得很狠狠的瞪了张和一眼 你跟我这瞎说什么呀 我还没训斥你呢 你那么大的一员上将 要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 还有情可原 就这么个老朽才黄中 把你杀的败出一百多里落去 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呢 现在我把黄中打败了 打得他闭门不出 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 他哪来的计策呀 你别在我这啰嗦了 夏侯尚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啊 是吃饱了就睡 他倒挺放心 他也万没想到 黄中给他来个迅雷不及眼耳啊 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 把下口上给打懵了 兵器都没拿呀 上马就跑 跑出好几里地去 都没醒过盹来呀 他愣没明白 这黄中是从哪杀过来的 他这么勇猛吗 才明白啊 老将黄中一鼓作气 不是施了三寨吗 那一个没手 又全夺回来了 丢寨子的时候 那寨子是空的 这回夺过来寨子 可全成了石的 哎呦 子重灵台 刀锚器械无数啊 老黄中心想 凭什么给你寨子呀 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 放好了东西之后 好归我们 让孟达呀 带领着人马车辆 就往回运吧 哎呦 这回孟达可服了 我说这位老将军厉害呀 敢轻把寨子交给人家 是让人家屯粮草 放军须呀 这回全归我们了 喝不假梦官的军校 给乐的是手舞足蹈 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 刘锋看得很清楚 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 这热闹还真看着了 哎呀 我家军事啊 可实在高明哦 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喝酒 我家军事说破了 说那是一计 这次老黄中在夹梦关这 连败三阵 也说是一计 还真就应验了 乐得流风赶快 由山头上跑下来 追黄中 干嘛呀 劝老头赶快回来 您别追了 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啊 他这一劝说呀 老黄中摇了摇头 小将军 不入虎穴 焉得胡子啊 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呀 您不是追夏侯上吗 他不值得一追 我是以追夏侯上为名 小将军 再往前走不远 那可就是天荡山了 一山峡二山 三山锦香连 定军山 带滚米苍山天荡山啊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小将军 那是草草屯粮之地呀 如果咱们要把米苍山天荡山取过来 嘿嘿 那就算断了汉中生命之源 你瞧人这老头 你光看六十九了 真是人越老经验越丰富啊 黄中还没跟刘峰全说呢 我想夺屯粮之所呀 还想打开定军山要升秦 下侯渊 老头这雄心壮志 都冲了九霄了 那刘峰也不放心 哎呀 老将军啊 您取他的屯粮之地可倒是好 不过这恐怕太危险吧 万无一失 小将军 你就随我来吧 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 你就要看他一个究竟 感情老将黄中啊 跟老严严都把这扣做好了 他谁也没告诉 老黄中让老将严严带领三千人马 早就走了 上哪儿去了 那哪能说呀 古代也讲军事秘密啊 这种行动不能随便公布 跟谁都讲不行 所以老黄中就一个劲的往前杀呀 真把夏侯上给赶得是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了 快成漏网之鱼了 张和呀忽然想起个事情来 他告诉夏侯上 我说夏侯将军 咱不能就这么跑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咱别往前跑了 再跑这不快跑上天荡山去了吗 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 这个地方要让黄中得了去 那就不得了了 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 这不找事吗 这不是 夏侯上 咱们一听你知道什么呀 不往那儿跑哪儿跑啊 天荡山现在有我家兄长 在那镇守啊 谁呀 夏侯德 你知道天荡山和米苍山都归谁管吗 那都归我家叔叔夏侯冤啊 此地囤有重兵 我们不上那儿去 我们上哪儿借兵去 借着兵马之后 好斩的黄中啊 张和听的那样一皱眉 我说夏侯将军 这黄中在后边苦追不舍 他是不是要夺咱的天荡山呢 那可就不好办了 嘿嘿 夏侯上一听你一算说对了 我还盼着他来呢 老文黄中要是来了我 那他是飞蛾同伙 你就跟我走吧 一直跑上了天荡山 来见夏侯德 夏侯德这么一听 你来得太好了 我这儿囤扎着十万人毛 黄中不来啊 他还多活几日 他要来了 我正好取他的手绩 送往南正 交与曹红将军 咱好勤功受赏 话还没说完呢 看马来报 黄中在山前讨战 真来了 耶和来了 夏侯德赶忙抄起支令箭了 谁讨令 去战荒中 且慢 张和给拦住了 夏侯将军 我们不能打呀 怎见得不能打呢 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天荡与米仓 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 如果此地有失 那咱们汉中就失守了 这就完了 生命之源全在这 现在以我说 咱们是只能守 不能攻 夏侯上夏侯德 一听撑着一下 被眉毛都立起来了 眼珠子瞪了个低容员 全火了 好你张和呀 你怎么广提这手啊 就因为这一手 瓦口关你守住了吗 就因为这一手啊 你在夹梦关前 让人家黄中给杀的什么样 你还提这手呢 哎呀 那该守也得守 张和看事啊 那比这两位稳等多了 看得也远呢 人家不愧是个将才 这俩是一对虾马海啊 这虾马海是怎么回事 就那小虾们本了一下 掉那大海里了 也找不着边 找不着样在里边 随着这水这么一逛道 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了 夏侯二兄弟啊 是俩少爷 那张和说这些话 他根本听不进去 你要再跟我啰嗦 我就把你推出原门整首 你看看 他总以为这张和呀 吃着他们家的饭 当着他们家的将军 所以这俩这么气势 就不搭理张和了 张和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让人家连挖裤带损的 这何苦啊 反正这城坡厉害 我告诉你们俩人了 夏侯德举着令箭问 谁上山前去捉黄中 韩昊过来 请您把这令箭给我 我给我家兄长报仇 黄中随勇 我身知其人啊 他在长沙 我跟他在一块待过 他怎么回事 我清楚 我自有破他之计 他也不是有什么计 他忘了他穿着衬衣 让人追出这么老远来了 领着三千人马 杀下山来了 这仗打得怪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呢 张和不是在这边 劝这夏侯兄弟吗 说别打 以守为上 天党山这地方太重要了 黄中那边也有人劝 谁啊 刘峰 一再在老将军耳边那嘀咕 我说老将军 咱不能这么追了 常言说到是群寇莫追 您看这人马都疲劳了 这么打怎么能行呢 老黄中啊 不听刘峰解劝 小将军 你不必担心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入虎穴 怎么得虎子 刘峰一想你这老头啊 你得了虎子上哪卖去啊 急得刘峰啊 直说小孩话 乐过把黄中给说笑了 我卖他干什么呀 不是有这么句成语吗 老将军 您想想 咱们昨儿晚上订更以后 杀出关口来的 现在天可又黑了 已经是连轴转了 就这么样往前追 您看看这些军校 都发成什么样 老黄中一看 是有点疲劳 可但是一样 小将军 你不知道啊 等打起来的时候啊 等看尽天荡山曹家那些粮草 我这些军校啊 就全惊心了 老黄中不听刘峰的劝姐 还是追啊 直追到天荡山脚下 这一讨战 韩昊率领人马下了山了 两阵队员 他破口骂黄中啊 还想要翻翻那老账呢 黄中哪理他呀 往前一催马 一碰面 只见老将军 宝刀一举咔嚓一声 那韩昊啊 脑袋下来了 可怜这位吹大气 要生擒黄中的韩昊将军 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 就让黄中给斩了 老将军把宝刀 往半空这么一举啊 只听这些西蜀军 哪一一声大吼 是震天动地 哗 由山下就杀上来了 把曹军杀得四散奔逃 探马飞报进来打赢 张和和夏侯上来接应来了 他们刚走到半道上 就听山后边 大吼唠唠一声炮响 筋骨大作 哎 怎么突然从山后出了一勺人马呀 这勺人马还与众不同呢 怎么回事 手里全举着火把 是得哪望哪辱 辱哪哪就着 哇 他这么一现了 烟火冲天 金蛇乱窜 黑烟滚滚 这可全都是凉啊 这一勺谁受得了 夏侯德在中军仗义厅说 什么 在我的天荡山山蛙味里 能杀出一勺人马来 这勺人马哪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哪能让你知道 那是老将黄中安排好了的 是老炎炎率领着一股子伏兵 在这埋伏着 这老炎炎地理太熟悉了 要不怎么说两位老将坐的扣呢 那就是安排的计策 人家领着这三千人马在这一藏啊 人不知鬼不觉 谁也不知道 老炎炎早就把火把准备好了 他听这黄中的喊杀声 立刻领着人就杀出来 粮草一招 谁心里不慌 夏侯德赶快批刮上马 是提刀前来救火 刚走到半道上 从旁边飞过来一匹战马 只见一员老将 银盔银甲手提大刀 夏侯德丢眼神这么一看 不好 这是谁啊 不像黄中 他还没弄明白是谁 人家咔嚓 一刀就从马上把他劈下来了 老炎炎是刀挤马快 立斩了夏侯德呀 黄中和炎炎呢 就把天当山夺过来了 那夏侯上和张和呢 早跑了 还打呀 打不了了 两个人抄小路 败回了定军山 去投奔夏侯渊去了 黄中与炎炎两位老将一见面 是拱手护道辛劳啊 老黄中率着军校扑灭了大火 插仓点裤 开始烧行啊 现在这粮草归这边了 那就不能再烧了 嘿嘿 果然应了人家老黄中这句话 你再看那西川军校 眉毛都立起来了 眼睛都奴起来了 甭提多精神了 什么一天一夜一路追赶敌兵牢阀 全没了 真精神 那当然了 谁得这么些东西 谁不精神呢 嘿嘿 老黄中看了看刘峰 这回没得说了吧 小将军你记数目了吗 刘峰一听我记了 老将军呢 我算服了 这都记不过来了 黄中摇了摇头 嘿嘿嘿 小将军 这才多少粮草啊 这是一部分粮 米苍山那儿还有呢 粮食最多是定军山呢 真正的汉中命脉啊 全在定军山那儿呢 咱先把这些数目 记起来送往成都 向主公报喜 刘峰一听就医老将军 全都查点清楚了 登记造册之后 连报捷的书信 一块送往成都 刘备一见了 这回不慌了 何不刘备给乐的 这位老将军 这么勇猛啊 真是一只下山的猛虎 出海的苍龙啊 荒忠语言严厉厉了 齐功了 我说军师使这么个激将法呢 这个激将法用得好啊 我得请军师传令 传令封赏二位老将 以鼓军孝之士气 刘备正这乐着呢 法政进来了 主公您很高兴 哎 小侄啊 谁能不高兴 你看看 这两员老将 是多么勇猛了 不错 那么主公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请军师 封赏二位老将 封赏是应该的 我劝您呢 还要亲自出马呢 您得大驾亲征 才能收复定军山啊 定军山乃南正汉中之炎红 这个地方取过来之后 整个的汉中咱们就是拓手而得了 当初曹操 降了张汝收了汉中之后 他没有立刻进兵西蜀 只是留下夏侯渊和张和二将镇守汉中 曹操自己引大军北还了 这是他最大的个失策 尽张和心拜天荡失守 主公若趁此时举大兵亲王征讨 汉中可定 既定汉中 然后咱们就练兵击粮 是尽可讨贼 退可自首 此天语之时不可失言 哎哟 法政这番话呀 说的刘备是恍然大悟 孝直言之有理呀 走你快跟我去见进咱们军事 卓格亮啊 和法孝直想着一样 也正想要劝刘备进兵 这一来呢是不谋而合呀 那马上传令吧 立刻起精兵十万 派赵云为先锋 刘备总督人马 亲取汉中 人马一到夹门关 哎呦 可把孟达获尊给乐坏了 主公和军事诸葛亮都来了 这一下啊 这夹门关这所有的军民 是锐气大长啊 他们就在关前 百里扎住了营战 刘备 先把老将黄忠和炎炎 由天荡山招回 招回之后 刘备走出营门 来迎接老将黄忠 向众星捧月 把老黄忠和炎炎请进大帐 刘备和黄忠手挽着手啊 嘿嘿 刘备越看这元老将 那是越喜欢哪 都说老将军上了年纪了 老不讲精骨为能为恐 这次出兵啊 难以取胜 没想到啊 居然取了天荡山 把张和和夏侯上杀得大败 真是老当义状哦 看来呀 最知道将军的还得是我家军师哦 军师 善用人 就是说朱和亮特意了解黄忠了 老黄忠非常高兴 这给了多大的面子呀 在大仗中摆开了酒宴 刘备亲自给满酒 当众是重赏黄忠和炎炎 重赏重罚吗 有功就得赏 有过就得罚呀 只有功过分明 才能兴旺发达 今天赏了黄忠和炎炎 全军上下 从心里往外全服 虽然把天荡山取过来 也得了不少的粮草 可是这定军山还没取呢 那定军山呢 是汉中的屏障 也就是说是南正的炎猴猴 要想得汉中 必须得先取定军山 这定军山可太不好取了 什么原因 有曹操大将夏侯渊 在那镇守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 最信任最得力 最有威望的一员上将 取他可不容易 老将黄忠听到这 他以拱手 我愿在主公军师面前 再吵一支令箭 兵取定军山 一句话被仗中的文武 都给说愣了 一个个愣磕磕 看着这老头心说 呵 老将军行啊 这仗是越打越来劲 是越打越威风啊 怎么回事 这老头 是想把取汉中所有的功劳 都归自己也是怎么着 老将军没那个意思 不过方才有人夸奖了夏侯渊几句 黄忠大心里望外 有点不爱听 所以才讨令继续出战 话刚说完 军师诸葛亮这拦住 慢来慢来 老将军 您切莫着急啊 我有话讲 哦 军师有话 请讲当命 汉生老将啊 镇守定军山的那夏侯渊 非张合可比啊 此人既有勇也有志 是熟独兵书战策啊 当初曹操六战同关之后 他回了许昌 派谁镇守昌安 派的是夏侯渊 那么这次曹操进兵 汉中收服张鲁 得过汉中之后 他起兵北桓 留下了两个人 看守汉中第一 就是夏侯渊 还特意把夏侯渊派在定军山 正因为定军山 是汉中之屏障 所以他才派了这么一个 上将军在那镇守 老将军你呀 打了几个胜仗 已经很疲劳 我倒不是说您老 不是说您的武艺不惊啊 我想让老将军你好好休息休息 啊 黄中一愣军师 那么您让黄中我休息 请问谁去取定军山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人 就是荆州的关羽呀 我想派人去到荆州 把关羽替换回来 让二将军领人马 去取定军山 只有关羽嘛 还能抵挡得住 夏侯渊 老将军听到这儿 气得是须眉倒数 军师 又活了 我此次领兵去取定军山 如斩不了宿而夏侯渊 安黄中院将白首 陷于 战下 到了 下期儿 收睇瓶 3 5 加 2 1 11 3 4